老天爷,我愿意折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来换回苏星一条命 观众老爷们好,我是长老 本期视频我们介绍铁胆神猴,朱无事 神猴作为高端玩家,整个服务器到处都是神猴铺子局 神猴的目的也脱离不了俗套,为女人和为权 而经一算计的神猴最后却毁在了自己的日记上 神猴本是黄色人物,可是母亲却是先皇九后和宫女所生 神猴不受先皇重视,便一人一马踏上炼击之路 在刷光路上小怪之后,神猴总感觉升级变慢了 是时候开启副本了,天池是国服最大最难的副本 手冠BOSS就是天池怪侠 刷过天池副本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武功秘笈 那么称霸全服就不在话下了 神猴来到天池脚下,发现也有人要去刷天池副本 这人就是古三通,两人看对方都挺顺眼 就组队一起刷副本,经历了爬天山,吹中火,火中兵 神猴两人终于见到了手冠BOSS天池怪侠,发现这BOSS已经死了 估计是长时间没做维护,代码出现了bug了 好在关卡奖励还在,两人得到了两本武功秘笈 只能同自身练的金刚不坏神功,非同自身可以练的西功大法 金刚不坏神功是国父最厉害的武功 可是神猴这几年到处斩花惹草,早就不是童子之身了 神猴两人回去,便召入武功秘笈练功 不久之后,国父就将诞成新的霸主了 练功期间,神猴见到了古三通的表妹苏星 苏星是古三通的未婚妻,神猴却被朋友的未婚妻吸引了 掐指一算,也该发展发展感情线了 古三通金刚不坏神功大成,到处挑战各大玩家 加之生性贪玩,被玩家称为不败玩通古三通 国父八大玩家感觉这古三通有点太欺负人了 就约了古三通太湖PK一下 太湖一战,古三通杀光八大玩家 以及他们工会里的各散人玩家,一共杀了108人 古三通瞬间在国父鸿鸣了 神猴就到了支县中,灭了鸿鸣的古三通 可是那时他的手足兄弟只爱亲朋 神猴便和古三通在天池决战 这一战两人打了三天三夜,服务器差点当机 神猴和古三通打赌,只要能赢半招就可以任意处置对方 两人憋住那里,将最大杀招汇举一掌 就在发招的时候,苏星挡在两人中间 古三通没出手,神猴倒是出手了 半招打在苏星身上,半招打在古三通身上 神猴赢了,可是他心爱的苏星却要死了 早年间神猴得到江湖之宝,天香得寇 一共三颗,吃了就能起此回生 神猴马上给苏星吃了一颗 苏星变成了活死人 神猴将苏星用千年寒冰冰冻在天池 而后把古三通关押在天牢第九层 从此刻开始,神猴便是国父霸主了 不久后,先皇驾崩 新皇帝登基,皇帝年小 先皇让神猴辅佐皇帝 其他上方宝剑,单书铁卷 让神猴掌管狐龙山庄 神猴在护龙山中建立庞大情报网 一方面是要搜集情报 另一方面是要找到剩余的两颗天香得寇 救火苏星 巴夫这么长时间 神猴总感觉一个人力量有些薄弱 而且护龙山中本就是最大工会的牌子 他便借此机会培养得力干将 从中天卷最优秀的人 分为天地雄黄四大秘探 只是这皇子秘探 在选人的时候住了些差错 神猴巴夫期间另一个工会悄然崛起 那便是东场 工会头次便是练了50年同志工的曹正纯 曹正纯虽然是个太监 但是目前的实力和神猴不相上下 神猴贸然出手说不定会两败俱伤 所以神猴在等待时机 初云国公主借着金剑的机会要刺杀皇上 神猴和大内密探联手化解了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 曹正纯表现不良 神猴因为护主运功被皇帝给了封赏 之后曹正纯发现 这初云国公主是假的 真的公主已经被杀了 杀人的兵器是扶桑日服的武器 神猴便让段天牙和海棠去查 因为段天牙曾去日服学过忍术 而且练成了S级忍术幻见 不过学习在这段时间 段天牙搞了日服最大公会 柳生家族的妹子柳生雪姬 还把人家公会少主柳生士兵未杀了 段天牙便和会主柳生丹马首结下了两字 这次查案 段天牙不仅杀了柳生丹马首 还把他的二女搞到了手 时候一看 这段天牙是要把日服搞得稀巴烂呀 不过带回来一个妹子 冲人数也行 就让他们结婚了 所谓一服不容二霸 国父两大霸主僵持一酒 曹正纯想真正做到霸服 就拿出第二颗天香道扣给了神侯 说第三颗 自己有事求神后的时候再拿出来 吃了第二颗天香道扣苏心醒了 神侯和苏心的感情有了一个很大的费跃 不久后 护龙山庄出事了 柳海一刀因为要为父报仇 练习阿B道三刀走火入魔 在国父到处杀人 国父再次出现红明之人 曹正纯用了两个喇叭在公平喊话 让玩家团结起来 抓红明的鬼海一刀 神侯想着是他公会的人出事了 自己自然有罪 自愿进监狱受罚 曹正纯一看机会来了 运用速器 逼神侯交出红文山庄搜集的情报 他想要十大将军的秘密 这样就可以控制兵权 要挟皇帝了 可是曹正纯只找到一句话 曹正纯 一岁丧父丧母 不知真实性命为何 被太监曹阿满收养为义子 跟随姓曹 为人阴险奸华 无恶不作 民间多骂他为 曹燕狗 而后神侯在狱中假死 骗曹正纯露出破绽 连人来到三封PK 这场霸主的PK 实力极其不对等 神侯的内力 不知要告诉曹正纯多少倍 因为他一直隐藏自己真正的实力 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神侯确实已经做了国父霸主 但是那只是武功入仙的霸主 国父话语权最高的人还是皇帝 他想要做真正意义上的霸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神侯是煞费苦心 从开头的初英国公主袭击事件 到断天涯再遇柳生丹马手 杀岳父徐飘去 耳后一刀屠杀国父 以及曹正纯的死 都在神侯的算计之内 不仅如此 断天涯和飘去 和杀的柳生丹马手 也是在神侯安排下假死的 归害一刀心魔僵除之际 神侯不想让国父如此平静 并让柳生丹马手黑衣猛面 用出霸刀杀了结架呼一刀 不仅可以搅乱国父 还可以除去一刀 为自己完成大业扫除障碍 他知道自己在天地悬面前 一直是正义凛然 在神侯的教导下 三个人正义感爆棚 当神侯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三人必然会全力阻止 所以神侯要尽早除去他们 神侯的计划简直完美无缺 可是犯了两点错误 第一忽略爱情的力量 第二内心的孤寂 爱情的力量便是柳生飘旭 飘旭嫁给天涯 本是神侯计划的一小步 目的是让飘旭监视天涯 可是飘旭却爱上了这个 让他全家死亡的男人 为了保证秘密 飘旭露出武功 杀掉海棠 同时也暴露自己 不得不自杀 因此前告诉了天涯 神侯所有计划 内心估计便是神侯真正的秘密 太湖之战 并非是古三通 杀了八大门派一百零八人 而是神侯听说古三通 要和八大门派决战 便早早混在其中 逐个击破 用西攻大法 起干一百零八人的功力 占为己有 也只有这样 神侯才能在天池决战 和古三通打得不相上下 可是却被最心爱的苏星看到了 直到当年神侯先害古三通 请求先皇下定 这是要古三通的事情 神侯虽然生气 但是却不能打苏星 只能把他关起来 不让出门 神侯在除掉曹上传之后 慢慢露出真面目 利用所有一道十大将军的秘密 逼他们交出兵服 跟神侯造反 皇帝也不是一个吃素的超哥 他之所以让红龙山庄 和东场同时存在 就是让两方势力相互制衡 现在东场没了 皇帝拉拢天涯等人 一起对抗神侯 神侯也早知天涯等人会背叛自己 并未培养36天罡 72低杀 可是这群人的武力值实在太差 天涯等人见到他们 就跟满级号见到一级怪一样 打完小怪 就是挑战国父挂全了 这场战斗精彩之极 首先是一刀三人对抗神侯 神侯以一地三 丝毫不落下风 刀工剑影间 三人就被神侯打出场外 从实力上来看 神侯的武功要高出三人 这场仗一刀三人不好挡了 诶 三人通空飞机 这是什么招式 原来是乌鸦坐飞机 接单调直踢 三人的招式一起命中神侯 神侯这下不计不行了 直接神侯一个啤酒座 就将三人弹飞了 哎呀 双方实力相差实在是太大 根本不在一个档子 这时候神侯不放吹一锅 一刀三人貌似听不下去了 还要一起出招 神侯用出了西攻大法 将三人控制住了 神侯另一只手 又摆出西攻的姿势 这次是要吸什么 居然吸过一座宫殿 这已经不是普通功力能达到的了 这一招宫殿盖点 让一刀三人的战斗欲望 降到了冰点呀 场外的云罗抱着箱子 和诚实飞秘密说了什么 看样子是要不止新的作战计划 诚实飞起身了 竟然又用出了金刚不坏神功 这神功只能用五次 诚实飞早就将五次用完了 怎么还能用呢 场外云罗做了解释 只有同次神能练金刚不坏神功 和医生只能用五次 都是古三聪骗神猴的 神猴居然全信了 事先转回决战现场 神猴和诚实飞肉搏在一起 双方你一拳我一拳 打得很是欢乐 用了金刚不坏神功的城市飞 战斗力高出一大截 可神猴已经能同起同坐了 神猴专业的老将 应该留有杀招才对 看样子是要用杀招了 这吸攻大法的能力太发格了 吸攻殿还不算 还能控制石龙 不过城市飞这边的实力 似乎也不弱 石龙在他手里 变成了种 看样子 双方都到了最后时刻 双方做最后的冲死了 经过一波冲光之后 双方都吐血了 城市飞倒地 金刚不坏神功被迫 神猴只是吐了口血而已 看来还是神猴厉害呀 这孤夫伐主 看样子是稳了 场外阴罗扔过来一个东西 神猴打开看了一眼 怎么就疯了呢 原来是苏青 自己将自己头割了下来 可是这是怎么做的 神猴知道苏青死了 他发疯一样 切眼许久的一刀和天涯 外挂 神猴不一定是疏了 之后亮眼前后 回到龙位 这辈子追求的东西 都没能实现 他不甘心的闭上了眼睛 之后公寓心机 最后却拍在了 自己的日记上 你说你没事写什么日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众你们 我们下期见